第3599章 炼化神魔之壁 距离一月之期 所剩无几 柳无邪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就在她快要放弃的时候 远处一株散发着奇异光彩的植物 吸引了她的注意 九花玉露草 柳无邪发出一声惊呼 一个纵涉 几十丈的距离 眨眼极致 跟传说中的一样 九片叶子 每一片叶子的颜色都不尽相同 叶子上面 如同一道道液体在流淌 乍一看去 这不像是一株草 更像是夺天地造化的神物 上面的液体 俗称玉露 这也是九花玉露草的来历 从时间上来看 这株九花玉露草 少数有十万年成分了 师父有救了 没有任何迟疑 柳无邪当即拿出特殊的玉盒 小心翼翼将九花玉露草挖出来 收入盒子之中 用剩余的时间 将荣窟中其他一些药材一扫而空 片刻后 一股强大的吸力将柳无邪的元神 卷出此地 当他意识再次恢复的时候 人已经回到了神水宗云风格 元神归体 肉身还有些不适应 需要静坐一段时间 重新掌控肉身 又是斩查时间过去 柳无邪这才站起来 守在外面的神水宗长老立即上前 见过柳长老 两名风自辈长老 一脸恭敬 带我去见宗主 柳无邪朝他们点了点头 随后说道 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是要有人将九花玉露草送往天神殿 柳长老请跟我来 右侧那名风自辈长老 带着柳无邪朝宗门大殿赶去 就在刚才 云水已经得知柳无邪从神谕战场归来 半路上 就遇到了云水宗主 见过宗主 柳无邪客气地上前打了一声招呼 柳长老跟我一起去师姐那边 云水没有赶往大殿 而是带着柳无邪朝云华那边赶去 斩查之后 来到云华居住的山峰 整座山峰 只有他们三人 其他弟子 早已被云华打发出去 接下来的谈话 不宜让其他人知道 无邪 你这次的动静 闹得有些大 双方各自落座 云华笑盈盈地看着柳无邪 别人不知道 他们两个可是非常清楚 神谕战场击败百名神尊的无名修士 正是柳无邪 无奈之举 柳无邪苦笑一声 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 云华只是打去一声 没有继续谈论这的话题 柳无邪的实力 他们早就亲眼所见 只是没想到 他身上还有神愧这等存在 东西拿到了 我最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 需要两位前辈安排人 将九花玉露草送往天神殿 你们的赶路速度 远要比我快 柳无邪点了点头 自己历经九死一生 这才拿到九花玉露草 所以必须派一个信得过的人前去 东西我亲自给你送过去 不论是云华还是云水 此刻看待柳无邪 早已不像是看待晚辈 更像是看待一个前辈 以柳无邪的天赋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能超越他们 说话的是云水 他乃一宗之主 由他送过去 天神殿会更加重视 多谢宗主 柳无邪一脸感激地说道 你还有其他什么要交代的吗 云水朝柳无邪问道 我打算以神水宗的名义 将九花玉露草送给天神殿 不要泄露我的信息 暂时我还不想曝露身份 柳无邪沉吟了一下 朝云水说道 云华跟云水对视一眼 换作常人 击败百名神尊 拿到九花玉露草 肯定大肆宣扬 这是一次扬名立万的好机会 柳无邪却故意隐藏自己的身份 其目的不想成为众矢之地 能有这份心性 着实让他们吃惊 好 我就说机缘巧合之下 从某个山脉获得一株 云水点了点头 那就有劳宗主辛苦跑一趟了 柳无邪说道 赤不宜迟 我现在就前往天神殿 宗门的事情 就拜托给师姐了 云水说完站起来 拿起九花玉露草 放入储物戒指 离开了云化山峰 接下来你可有什么打算 云水离开后 云华朝柳无邪问道 我想闭关一段时间 柳无邪思索了一下 对着云华说道 从神域战场 获得大量的宝物 争取一股作气 突破到天神境 宗门已经给你安排了一处洞府 环境非常不错 你以后就住在那里吧 有什么事情 随时来找我 云华说完 拿出一枚令牌 交到柳无邪手里 多谢云华长老 柳无邪接过令牌 感激地说道 我一会让人带你过去 这段时间你就安心地待在宗门修炼 哪里也不要去 云华说完 安排人带柳无邪前往洞府 是不是有大批高手前往西北区域 欲要对我不利 云华虽然没有名说 但从他的言语中 柳无邪还是听出来了 最近几日 西北区域来了大批高手 神王静就来了几十人 估计都是冲着你来的 两月城遭受冲击 外界传言是你从中谋话 所以这段时间 你就不要出去了 让他们不敢到神水宗来闹事 云华点了点头 多谢云华长老提醒 我知道该怎么做 两人说话的功夫 一名老玉从山下走上来 去吧 云华挥了挥手 示意他可以离开了 跟随老玉 穿过几座山峰 来到一处风水宝地 这里的环境 竟然要比云华居住的山峰还要好 柳长老 就是这里了 领路的老玉 恭敬帝朝柳无邪说道 多谢 柳无邪说完 拿出一百神经丢给了对方 拿出云华送给自己的令牌 洞府大门缓缓升起 打开洞府的那一刻 一股浓郁的玉神气扑面而来 踏入洞府之中 里面设施意应俱全 估计宗门提前就安排好了 只等我从神域战场归来 看着那些崭新的物品 柳无邪暗暗说道 洞府很大 中间区域还有一座阵法 打通了地下神脉 源源不断的玉神气 通过阵法转送到洞府之中 除此之外 洞府里面四季如春 待在里面非常的舒服 除了修炼室之外 练器室 练丹室都有配备 地方不错 接下来就在这里修炼 盘西坐下 给妻子徐灵雪发了一道信息 等了约莫一炷香左右 徐灵雪来到洞府外面 一月不见 见面的那一刻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久别圣新婚 两人足足缠绵了一天时间 这才分开 夫君 百战真是你发起的吗 徐灵雪一威在夫君怀里 轻声问道 最近一个月 整个众三玉 都在议论神玉战场 开启百战的无名修士 恩 柳无邪没有隐瞒 如实说道 夫君接下来有何打算 徐灵雪继续问道 我让你过来 是跟我一起修炼 接下来有好东西 与你一起分享 柳无邪说完 从床上走下来 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将修为提升上来后 就要安排下三玉 那些人上来了 徐灵雪已经突破到神尊敬 加上先天灵体的关系 修炼起来速度极快 有了这些宝物 柳无邪相信 用不了多久 妻子就能独当一面了 两人收拾好了之后 来到修炼室 开启时间阵法 这里修炼一天 外面度过一年 柳无邪打算在这里 闭关十年时间 隔绝跟外界的联系后 两人盘膝坐下 首先拿出来的是神魔之壁 以徐灵雪的能力 无法直接炼化 柳无邪拿出一截神魔之壁 丢入吞天神鼎 利用混沌神火反复断烧 时间一点点流逝 神魔之壁太强横了 混沌神火炼化了半个时辰 也只是炼化出来几滴油脂而已 以第一次炼化神魔油脂 有不懂的地方 尽管问我 柳无邪说完 将炼化出来的几滴油脂 打入徐灵雪的体内 神魔油脂每一滴厚重无比 入体的那一刻 徐灵雪感觉自己的身体 承受万钧俱力的撞击 运转功法 炼化体内的神魔油脂 不愧是先天灵体 轻松就炼化了其中一滴油脂 请客间的功夫 徐灵雪的修为 从神尊一众中席 直接攀升到一众后席 如此之快的突破速度 连柳无邪都十分吃惊 这就是先天灵体的妙用 难怪梁月城 一直打徐灵雪的主意 柳无邪加快了 混沌神火炼化的速度 大量的神魔油脂流下来 时间在快速的流逝 徐灵雪身上的气势 越来越强 嗡 几日之后 徐灵雪成功突破到 神尊二重镜 这期间柳无邪又炼化出来 一部分神魔油脂 再次打入徐灵雪的体内 她的肉身跟自己不同 自己修炼的是极尽之躯 对肉身的要求 极为苛刻 加上之前又炼化过神魔油脂 已经产生一定的抗性 不像是徐灵雪 第一次炼化 效果非常明显 在神魔油脂反复加持之下 徐灵雪的境界 宛如开了挂一般 又是一个月过去 柳无邪迟迟没有动静 炼化出来的油脂 全部用来提升妻子的修位了 这次获取的神魔之臂巨大无比 足够他们炼化很久 将多余的神魔油脂 柳无邪用大钢装起来 等天道会成员上来后 让他们也吸收炼化 不仅能锤炼他们的肉身 还能提升他们的修为 第3600章 真神八重 一晃修炼始终度过一月之久 徐灵雪已经提升到神尊武重镜 突破速度逐渐放缓 感受体内蓬勃的气息 徐灵雪一脸不敢置信 夫君 你为何不突破 徐灵雪招夫君问道 不急 你先突破 我替你护法 柳无邪道不是很着急 师父的事情解决了 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妻子第一次炼化神魔油脂 以防出现神魔意外 才全程关注 她还是低估了先天灵体 要比自己的神魔九变 还要强横得多 我暂时很难突破境界了 接下来需要稳固一段时间 夫君抓紧时间突破修为吧 徐灵雪一脸温柔地说道 虽然自己境界高于夫君 但一直是小女人神态 从来没有因为修为比夫君高 有一丝轻视 百战连胜 放眼天下 有几人能做到 但自己的夫君做到了 好 那你接下来先稳固 等我炼化了神魔之壁后 还有其他宝物 我们继续突破修为 柳无邪点了点头 一个月时间 炼化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神魔之壁 正下的神魔之壁没打算炼化 它还有其他用处 三分之一神魔之壁 足足炼化了几十缸的神魔油脂 将三缸神魔油脂导入太荒世界 顿时间 狂暴的力量 从柳无邪体内喷涌而出 坐在一旁的徐灵雪 猛地睁开双眼 美眸中充满着金句 他炼化几滴神魔油脂 都是小心翼翼 夫君竟然同时炼化如此之多的神魔油脂 难道就不担心撑爆肉身吗 随着神魔油脂的进入 柳无邪的气势节节攀升 停留在真神七重有一段时间了 得到神魔油脂的加持 顶刻间的功夫 就冲破真神七重巅峰 达到真神八重 可能是之前炼化过神魔之躯的原因 这次吸收的效果 远不如之前 跟他猜测的一样 以后神魔油脂想要提升修为很难了 只能改造他的身躯 既然不能提升境界 那就将所有的神魔油脂 全部用来锤炼肉身 导进体内的三大钢神魔油脂 柳无邪并没有全部炼化 还有一大部分 将剩余的神魔油脂 注入到四肢百骸 好痛 神魔九便运转的那一刻 那些神魔油脂犹如无数刀子 不停切割他的身体 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痛得柳无邪浑身冷汗直流 徐灵雪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脸上浮现一抹担忧之色 他知道 夫君这些年 吃了太多的苦 神魔九便跟先天灵体完全是两个极致 先天灵体跟天地契合 修炼起来十分简单 而神魔九便 走得完全是另外一个路子 需要吸纳天地中各种至宝 来锤炼肉身 没有这些天才地宝 柳无邪想要将神魔九便 修炼到圆满境界 难如登天 嗡 肉身力量猛然暴涨 终于达到天神境极境巅峰 下一步就是突破到神尊敬 又是一刚神魔油脂导入体内 柳无邪争取一股作气 将肉身推到神尊敬 等自己突破到天神境 屠杀神尊敬犹如猪狗一般 配合一号跟猪神剑阵 猪杀出击神亡 也不是不可能 一晃三个月过去 柳无邪足足炼化了五刚神魔油脂 徐灵学已经无法形容此刻的心情了 他炼化了一个月 充其量也就炼化了一盆左右 夫君导好 炼化了五刚 要不是修为限制 估计会一直炼化下去 只要突破到天神境 他的肉身还能暴涨一大截 最终肉身境界 停留在神尊五六中左右 想要提升到神尊敬及境之躯 还有些难度 如今我的肉身跟原神 相继突破到神尊敬 接下来主攻修为了 柳无邪睁开双眸 恐怖的神魔之力 卷起了惊涛骇浪 冲向修炼室四周 没有着急突破境界 他需要适应一下新的肉身 我们出去休息几日 再继续闭关 一味的闭关 并非什么好事 反而容易出问题 接下来几天时间 两人一直缠绵在一起 偶尔也会前往外面 切磋一下玉神术 就在这一日 云水抵达天神殿 得知云水是来送九花玉露草 天神殿上下震动 如此逆天之宝 神水宗竟然舍得拿出来送人 纵然是神王静 炼化九花玉露草 都能无条件提升一众修为 只要不死 凭借九花玉露草就能将其救活 可以说是拥有了九花玉露草 等于多了一条生命 裴无依率领其他几子 亲自接见了云水 云水宗主远道而来 如有招待不周的地方 还请云宗主莫要见外 裴无依端坐大殿之众 一脸热情地说道 裴殿主客气了 我听闻天神殿正在寻找九花玉露草救人 恰好前段时间 宗门一位长老 误入一处秘境 从秘境中 寻到一株九花玉露草 这就送了过来 希望能帮到贵宗 云水一番话假假真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这番话就是真的 柳无邪的确是宗门长老 进入秘境也是真的 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 此话一出 大殿中其他几子 以及裴无依脸上流露出 不可思议之色 他们非常清楚 九花玉露草和等珍贵 不知云水宗主 需要我们拿什么东西交换 裴无依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朝云水问道 正常来说 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 既然云水宗主亲自将九花玉露草 送到天神殿 肯定有所求 按照正常人理解 第一种高价卖给天神殿 第二种拿费等的宝物交换 各大宗门 每年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这珠九花玉露草 我们无偿送给雪衣小友 就当是结下一桩友情 就劳烦陪店主带我前去 我要亲自见见这位叫雪衣的小友 云水没有直接将九花玉露草拿出来 而是要先见一面雪衣 如果雪衣气机已绝 他自然不会拿出来 柳无邪交代的事情 他肯定办得明明白白 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 听到云水宗主无常拿出九花玉露草 裴无依还有寒贝贝 他们以为自己听错了 云宗主 你确定将这珠九花玉露草 无常送给我们天神殿 龙天忠阴沉着脸 朝云水问道 雪衣乃柳无邪下遇师父 这次宗门花费大量精力救治他 龙天忠可是一直持反对意见 是我刚才说的不够清楚吗 关于柳无邪跟龙天忠之间的恩怨 天下皆知 既然龙天忠是柳长老的仇人 那自己何必跟他客气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猜不透云宗主的意图罢了 龙天忠岂能听不出来 云水在暗奉自己 我神水宗做事光明磊落 既然我说无常送出 绝不会有假 如果你们不放心 大可将雪衣小友让我带走 我们神水宗亲自救治 云水说完冷恒一生 丝毫不给龙天忠面子 大殿中的气氛 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云宗主息怒 龙长老也是出于一番好意 并没有怀疑云宗主 既然云宗主这样说了 那我安排一下 裴无依连忙站出来 打断他们之间的谈话 裴无依很快安排下去 让天无星还有神药店店主 立即赶往宝霞店 就说已经找到九花玉露草了 等了斩茶功夫 裴无依带着韩贝贝 还有陈建良等人 朝宝霞店赶去 神药店店主收到消息的那一刻 带上费老还有另外两名炼丹大师 第一时间赶往宝霞店 天兄 你说神水宗真的愿意 将九花玉露草拿出来吗 费老收到消息的那一刻 一脸不敢置信 一会就清楚了 天无星也不清楚 他只是收到店主消息 至于其他一概不知 很快 宝霞店外面 来了一群人 正是裴无依还有云水他们 宝霞店一处地下密室 存放一块万年天玄神兵 神兵之中 躺着一名绝美女子 正是中了透古丁的血衣 天玄神兵只是封住他最后一丝生机 见过店主 刚到宝霞店 天无星还有神药店长老他们立即上前行礼 这位是云水宗主 裴无依给双方做了一番引荐 熟悉之后 天无星带着裴无依还有云水他们 前往地下密室 他的气息越来越弱 最多还能坚持十天半个月 云水查看一番血衣的身体 皱着眉头说道 事不宜迟 我们要尽快炼制神药 费老知道血衣在柳无邪心目中的地位 迫不及待地说道 那就有劳各位了 云水说完 拿出装着九花玉露草的盒子 递到费老面前 临走之前 柳无邪亲口交代 一定要将九花玉露草交到费老的手中 至于其他人 一概不要相信 费老小心翼翼地接过盒子 打开一看 里面躺着一株新鲜的九花玉露草 才摘下不久 站在一旁的龙天中还有任为仙他们 脸上流露出一丝贪婪之色 尤其是任为仙 他并不是顶级神王静 如果能练化这枚九花玉露草 必定能突破到神王巅峰 甚至迈入那传说中的门槛 只是想想而已 谁也不敢在这里出手抢搏 持万年成分的九花玉露草 这小女子有救了 望着盒子里面的九花玉露草 费老一脸唏嘘地说道 你还是要求我 可等jet人 我可以在哪里再说了 他愿意尽快乐 快乐 来 三老师 二人 不沉不 他面前 快乐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